哈喽大家好 昨天呢我发了一段简短的评论 讲的是BBC的一段报道 我觉得是其中背后的一种全球主义概念下的这种荒诞 报道讲的内容是说 那个非洲南部的人由于这个川普的政策得不到避孕套 所以我就批评说 我说美国和川普的政府有理由给另外一群人提供避孕套吗 结果呢就引发有一些网友对我的批评 说我没有同情心 哎呀我就觉得这个这个是这个中文圈里边 为什么很多这种谬论流传的一个因素之一了 就是不是没有同情心 而是同情心不能被滥用 我一直强调我是一个保守派 保守派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它的同情心要建立在一定的道德原则上 保守派不但不是没有同情心 而且是有着强烈的同情心 我们要知道一个道理 就是说今天全世界最重要的这种国家主义的这种福利 福利政策最早的创制者就是保守派所鼓动的 是由英国当年的辉格党他们所创制的 但是今天的辉格党继承人们一概的反对福利政策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同情心不可以被滥用 政府可以做救济性的福利 但是绝不可以福利主义扩张 让人们依赖于福利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保守主义它本身不是一种严肃的系统的政治 不是它是一个严肃的 但是它不是系统的政治哲学 它更多的是一种观念 有些时候我们看 从要放到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来看 觉得它好像前后是矛盾的 实际上如果你要理解它尊重旧道德传统和习俗 那你就知道它的逻辑上是不矛盾的 比方说保守派在过去是反对给妇女投票权的 但是在今天他们会支持给妇女投票权 保守派在过去他们创制了现代的福利 国家主导的福利制度 但是今天他们反对国家福利制度 如果你理解它背后的这种观念的底色和它的逻辑的话 你就会明白 就是说这群人为什么要这样思考问题 那我们回到那个妇女关于 或者是包括BBC 他们指责美国政府不给这些黑人们提供避孕套 她的谬误是在哪里 我们讲的简单一点 就直接引用美国国父富兰克林的四句话 这四句话就强调有些同情是不可以的 是需要被杜绝的 或者说你这种同情不但没有任何效果 反而是害了人 第一对罪鬼 对酒精的 对罪鬼和对依附酒精的这种依赖 你对他施以同情是适得其反的 第二对依赖 对依赖 过分的依赖和软弱的人的同情 它的后果是适得其反的 第三对那些工作意愿不够强烈的 或者是没有任何上进心的这种人的同情 你会适得其反的 这第三条基本上就可以用来 我们今天理解 为什么要反对国家式的这种福利制度 因为它实际上是在刺激了人 人们的懒惰 是让人把懒惰给养起来 而不是通过 通过积极主动的去自我约束 自我管理 去改善人的命运 所以这个是有本质差别的 所以这第三点 我们讲的是 对这种没有工作意愿和同情心的这种人 你对这种人 你要施以同情心 这是适得其反的 第三对那种有上进心 或者是有一种强烈的这种 这种自我改善的这类的人的这种同情 也是适得其反的 就是当一个人 他非常积极的去愿意去改善自己 是去提高自己 去追求更高的东西 甚至去追求荣誉和成功的这类人 如果你对他施加以同情 这种同情效果是适得其反的 所以这四类的同情是富兰克林坚决反对的 那同样的道理 所以我们通过这四条 它背后的这种同情的原则是什么 我们就能理解 我们如何去恰当的去使用自己的同情心 同样的道理 我们要把这个往外扩展的话 会扩展很多 这就是举个例子来讲 我那时候刚到纽约的时候 当时还不太清楚 然后看到乞丐要钱 我就把钱给他 马上路边就有人过来制止 你以为制止我的人 他是没有同情心吗 不是 他告诉我不能给乞丐钱 因为他们拿钱不是去买吃的 而是去吸毒 对乞丐恰当的同情是给他们买吃的 鼓励他们重新返回到现实世界当中 给他们提高他们的勇气 这才叫同情心 而且是恰当的同情心 同样的道理 对那些工作意愿不强 每天在晒太阳六大街的人 如果你通过一种同情心 把他们给养起来 那实在是害了他们 这种同情心毫无必要 那回到一开始 我们讲的那个非洲的那个黑人的问题 为什么你们不能主动的约束自己呢 因为你享受性爱和这种 川普的这种反堕胎的这种政治观念 本身这是这是风把流不相及 这是哪回事 但是呢 对于这种你享受性爱的时候 这是上帝所赐予你的权利 这没有问题 你可以随便享受 但是没有人有理由 要帮助你去享受这种事情 你需要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 你需要自己去 第一 你要约束你的欲望 你要控制你的情欲 第二 你当你享受这种情欲的时候 你自己要有能力去享受它 你要自己去花钱去买避孕套 你自己去劳动去获得 而不是指着别人来供养你 因为这是这样做 是不道德的 我们在鼓励你滥交 鼓励你其他的一些 一些更加败德的行为 我们社会的一些良好的政策 或者良好的愿望 不能被人拿去去从事一些 商分败俗 或者是一些败德的行为 这才是一个恰当的 整权的一个保守派的观念 所以我们 很多时候呢 看到 随便看到一些政治观念一点的评论 不要断章取义的 去去理解对方 总是觉得 哎呀 这个这个人很邪恶 乱七八糟的 不是这 不是你想的那样 有很多道理是非常复杂的 不是那么简单的 我们对罪鬼的 不给他买酒精 这就是对他最最好的同情 最好的帮助 反反之你是在加害于他 对那些吸毒者同样如此 所以就就像我讲 那个我有一次讲过一句话 我说在在纽约这样的那些 无家可归者 没有一个人值得同情的 你你要乍一听这话 你会觉得我这个人很冷血 但是事实是什么呢 事实是这 在这个社会里 他到处都是 都是庇护所和救助站 他们但凡要愿意去那些地方 他们不可能露宿街头 受冻 但是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去庇护所呢 很简单 庇护所有一些管理的规定 你不能往那个冰箱里乱 乱存食物 存存时间长 你不清理 你不能在那个庇护所里 吸大麻吸毒 这些是不可以的 你在庇护所里面 你到点 你是要睡觉的 我们不能 是吧 就是说 无约束的去放纵 这是不对的 所以 如果纽约的这些乞丐们 但凡他们愿意接受这种 有条件的约束 他们不可能露宿街头 所以道理是这样的 他们并不值得同情 他们实际上是一群堕落的人 堕落是一种道德败坏 它不是应该施加于同情的方法 同情应该给那些 愿意积极改善自己命运的人 对这样的人不但要同情 还要想方设法去鼓励他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正确的 又道德的一个行为 这种事情说起来就很多了 咱们就不往下讲了吧 尽量讲一些简短的 能理解就理解吧 不能理解拉倒 是吧 你在我的频道下面 长篇累读的谩骂 我也不会回应 因为我觉得你很无趣 至少说你很无知 是吧 OK 这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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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